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入伍到美国案子里头 投审会驳回了 还有好几个大的消息 大的并购题材还能够成型吗 对 事实上刚才看到这一则 新闻的时候很多网友都在讲说 奇怪日月光发生事情 针对我们台湾怎么没有赔那么多 对啊 怎么会这样 160亿 对啊 我就开个玩笑说 因为我们跟日月光手心是肉 手背也是肉 政府的想法 不是说我们的名字没有特别 月光就说关台里那是外国的厂商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 他赔了多少 161 那换身到台塑的股本600多亿来讲 大概损失多少 EPS角度来讲 大概是2.5 那如果说从2.5的角度来做出发 是不是明天就只有赔2.5 我想事情可能没有这么简单 首先 他会愿意赔这样的金额 那我认为先排除马上停工 因为如果你要马上停我工 我干嘛要同意 我要赔你钱 所以可能他不会立即性的赔工 停工 但是第二个 后续也马上就说 那如果你在没有改善之前 没有确认改善之前 你可能必须要给我一些 所谓的权利金或赔偿金 我想这样 未来针对台塑应该会有增加某种程度的成本 那第三者就是来自于 他未来针对于整个环境保护的需求 应该他的成本也会变高 所以我个人认为 如果以七十几块的股价来讲 明天反映 如果啦 我只是说 如果是在5%左右 我认为是可以接受的 跌幅大概5%左右 第一季才算66亿多 结果这份就要161亿 但是我有提到 因为它是最主要是一次性的 一次性的支出 对 并不是后续一直都这样 所以我认为大概跌个5% 这样的情况我可以接受 但是万一是跌停的话 我个人认为 应该是可以封低 可以要去考虑 万一真的跌停的话 那你反而这时候你就要思考 你想思考 对 你有没有这么糟糕 好 那么另外一方面地区 要入股这个美律案子呢 是 那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讲 其实我个人认为 美律 再从它的一个技术程度 以及股本来讲 对台湾来讲 并不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 所谓全职的个股 那如果说这样子的一个技术 以及这样子的一个股本的个股 那我们从投审会的角度都剥回 你应该可以了解到 新政府的心态 所以后续压着 包括紫光的历程 蓝帽 那你就应该可以想想看 它会不会过 因为我个人认为 应该后续要过的 纪律是不高的 好 要过距离不高 所以这听起来的话 很多都打了一些问号 好 赶快切入我们的重头戏 另外一个焦点话题部分来看一下 真的筹码会说话 法人圈在吃货的黑马股 又是哪一些 事实上这话题拉开来的话 来看一下 这是在6月23号的节目资料 英国公投前夕外资圈 买超的股票 红海 华邦店 友达就在这里头了 彩晶也在身上 连电这些都是重头戏 是 那所以我们当时特别跟大家提到 你有没有注意到 外资买超的重点都在哪里 聚焦在跟面板相关的 包括像地银的族群 那我特别提到 最聚焦就是什么 面板 为什么 你看到友达 你有没有看到彩晶 你有没有看到红海 红海我特别讲到 为什么它是面板 因为它就是Shop 所以红海扎扎实实是 面板相关概念股 那麻烦导播 在另外一张 是 投信的 投信跟踪 对 也是一样 当时我们看看 包括像群创 包括像蒙力 蒙力是做这个 所谓面板的设备 甚至是做LED封测 通信电 也很飙 切入了所谓的面板 所以你看 包括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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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都是面板 所以我从这两张 我当时就跟大家提到 你要特别留意 面板当即将发动 我也提到 30欧寸的报价开始止跌 在上周 在一样在书选节目 我也提到 30欧寸的面板 已经开始止跌之后 面板是有机会 好 回过头来 这之前一个礼拜 讲的这些 它都往上标出去了 那我们就要来思考 对不对 书选 现在 对 现在 我万一我没有跟到面板了 对不对 我们下礼拜 有哪些机会 所以我们今天也来塞一塞 那到底有哪些是有机会的 就是说 从因脱欧之后 风暴过后 外资仍然在买哪些 首先我们看到 友达群创 我们一样持续跟大家追踪 我说这种是属于突破缺口之后 拉回 这个都应该 仍然可以持续的 那台积电呢 麻烦导播 你看一下 它的一个现行架构里面 其实它已经来到 这个已经几乎是 已经田犬 来到相对的高档了 除非台股要直接越过所谓8840 不然台积电在这里可能会稍微陷入所谓整理的一个形态 所以我个人认为 包括像台积电这一档个股 先不要去追它 那包括什么 包括像 你有没有注意到 包括像中华电今天是一根长红 它最主要是来自于 这个所谓台积电的一个 施贩效果 它出席之后 开始大家认为它有高度 这个前席的机会 那我首先要特别提醒投资人 你有没有注意到 又来了 你看看中信金 你有没有看到张银 金融股 又来了 金融股 金融股应该可以说 这一波大家认为最糟糕的 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 最糟糕的 包括面板 包括LED 最糟糕都开始往上了 连报价仍然持续 下跌的太阳能浴金 都一样往上了 所以我要跟大家提到 除了富邦 国泰这种属于受险的 我认为不建议之外 要特别留意 最糟糕已经过去了 包括像张岩 包括中信机 要留意 另外一方面的话 赶快来看一下 英国脱油风暴过去之后 投进的买超股票 投进 catch出之后的话 他可能飙的速度也很强 友达跟群传 刚刚留一个扶贫 因为时间 时间 很矮的 那么友达的部分的话 刚刚提到说 会不会V型反转 守中国股票赚钱的投资朋友 你给他建议是什么 对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友达这一档个股的形态 你要注意 这么久之后往上做代样的突破 那代样突破的话 我认为你还没有到你的停一点 你不用急着出 为什么说这个五日线 现在关于过大 对不对 他会慢慢往上走 所以在这里开 万一有高或是有低 他很快速会往这五日线来做靠拢 最强势的话 根本不会接触 他只是做平的整理之后 他就有机会稍微修饰两三斤之后 还会再往上做冲高 所以我认为这一档个股 到目前为止 你没有需要来作为停议 反而在拉回的格局当中 你还可以做介入 还有哪些焦点的部分 是 那我们另外来看一下 联发科这档个股 那今天联发科的一个形态 是属于一个带量往上做突破 在均线纠结之后突破 那最主要是来自贴入所谓的5G 所以类似这样个股都要留意 好 非常谢谢陈浩哥 赶快继续 我们接下来的话 邀请我们的在 谢总的部分 我们来看一下 有些个比股24542455的全新的话 应该怎么操作 好的 那基本上最近的话 大家可以发现到整个PA题材 真的非常非常的闷 不管包括全新稳帽 哪些是红结克 其实都没有什么涨 那么单纯就金线的角度的话 我在节目当中 我教过各位 我说其实 你现在仔细观察台北股市 台北股市至少是站在 5日线 站在10线之上 那如果说你手中的持股市 5日线 10日线之下的话 其实基本上代表 这两股股市属于弱势 那只是说 现在的话 我刚才跟大家强调 这个行情还会再往上走高 那既然还会再往上走高的话 像全新这些股票 也是都有机会 所以不排除它上下震荡之后 再往上做一个所谓拉抬 那第二档股票的话 则是1702的南桥 刚刚我头砍到了 那南桥的话 那基本面是不用怀疑了 我们都知道南桥 尤其进入夏天的话 冰品市场 对就整个南桥而已 它是很大的加分效果 而且它站在所有均线之上 均线它是往上做一个所谓拉伸 所以说短时间之内 如果说有往下做回撤 而且三大反正站在买方 你当然可以留意 它压回的一个所谓进场买点 好 那么接下来 个别股题的部分的话 还有这个4979 以及旺系的部分 好的 那么其实华星光这张股票 我讲坦白比较麻烦 为什么 这一波的一个所谓网通主题 它差点两块 一块是2345的字 这两张股票是非常非常强势的 可是问题5388的中壘 乃至于4979华金光 则是属于相对弱势的 那么相对弱势 而且你仔细观察 它连最基本上个礼拜五 那一根黑K棒 它都没有办法做一个有效的收上 是弱中之弱 所以这张股票的话 我建议反弹先站在一个调节性的卖方 那另外一档股票是 6223的旺系 那旺系的话 其实它这张股票是法人认养标题 可是我在节目当中 我教过大家一个非常宝贵的事情 我说其实有时候 如果说我们单纯只看这几天的走势图 你会觉得这张股票你真的想追 可是如果说你把它对称过的话 你会看到这边有一排套牢区 而且也感谢导播卡图画得刚刚好 这边有一排的一个套牢区 所以基本上的话 就基本面的角度 它的探针卡架 它造就它的一个所谓获利 往上做成长 可是就技术面的一个角度 我们不排除它往下去回撤 一个所谓季线 然后在季线附近 再做一个上架震弹 主体之后再往上做拉伸 好 先谢谢谢总的定理跟解析 听谢总的说话 这个越来越紧张 速度越来越紧张 好 我们准备先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回到节目现场 把握最后的时间 要请乘航哥部分的话 针对七月份 明天就七月份哦 各大央行的哪些动作 非常非常关键 我们休息一下 再回到节目现场 这是低远所见 这是下一秒体验 这是眼前科技 这才是你真实的驾驭感受 这样的光来自天气 更来自公益 这动力开启感官的震撼之旅 The New Audi A4 撼动 赶关界线 进化科技 定义未来 未来空调再进化 宾利直吹式移动空调 No.1 天气热 它就是冷气 马上开机 立刻吹出健康的冷气 天气潮湿 它就是除湿机 跟过敏 发霉 潮湿 说拜拜 空气脏 它就是清净机 有效过滤 PM2.5 给您全家干净的空气 天气冷 它就是烘干机 陪您全家度过寒冬 多机一体超强功能 高效能 一耗电 还可以啪啪燥 想要哪里吹冷气 就推到哪里 你还在用耗电 旧型的冷气机吗 或是买了空气清净机 除湿机 烘干机 一大堆的机器 宾利直吹式移动空调 一台比多台 一般的价钱 多重的享受 直吹式冷气 吹出健康 高效能 低耗电 不滴水 免安装 免排水 现在只要一通电话 立即享受 清凉静冷的 兵力直吹式移动空调 塔位买卖 殡葬相关物品需求 请搜军491塔位交易网 什么东西 阿爸的元末 这部发片很重 就是白豪台湾电压车 快来看哦 塔位买卖 殡葬相关物品需求 请搜军491塔位交易网 Big Sale 家电大厂联合出清 电视降万元 冷气几种多 顶尽一下超之选 剩前Let's Go 我们喜欢什么都干干净净的 再大的东西也想自己搭理 Titachi容量大突破 搭载尼加拉飞铺水流 同时自动洗净洗衣槽 不用天天忙咯 大容量变品洗衣机 收购美学 Titachi 树心资讯盛会 台北多媒体展 品牌降价一九起 断款相机 清凉下沙 最选VR 抢先体验 时髦一管 火速想高 带我出去玩 与海豚最近的距离 与海狮的互动体验 灿烂缤纷的探险岛水几罐 惊喜体验 快乐无限 正在花莲远雄海洋公园 Live互动美语 全国首创三一互动教学系统 网季学院搭配LivePan 听说读写So Easy 数位教学 英文学习So Happy 线上Homework 进度掌握So Smart E-Learning E-Teaching E-Management Live互动美语 英语数位学习第一品牌 好 把我时间赶快把镜头带进来看一下 这份多待机 各大央行的下一步 有棋子结算 有台湾生技展 还有Fed利率的决议 以及在欧洲央行的利率决议之外 日本央行的决议 这几个重点 事实上我们看到一大堆的利率决策议 我想基本上升息的机率都很低 所以这些三个 我们来讲一个结论 就是升息的机率很低 所以我想影响程度不会太高 反而你要特别去留意到台湾的生技展 即将从20号到24号 20号到24号 正式要开始展开 那为什么今天特别要做这样的一个主题呢 为什么特别把它独立出来 其实我们都知道 基本上台股的第三季 那说五穷六卷之后 由于在很多除钱除息的格局当中 所以指数它并没有很大的空间 但是你会发觉 奇怪有一些个股却开始 慢慢慢慢往上做冲高 所以我们要找到哪些是属于Q3走势 相对最强劲的 以近年来讲最强的在Q3就是生技的族群 那首先最重要就是来自于20号到24号 即将要展开的这个所谓生技大展 我们都知道生技大展往往每年都吸引很多的厂商来参展 而在今年更是爆量有多少 有600加1300个这个摊位即将要开始 所以你有没有注意到今天一些新要的族群 除了号顶综艺比较没有发动之外 不要动升华 包括台威提等等的很多的个股 包括G亚都开始往上做 你看看台威提 很强 所以有没有率先再偷偷反应 其实已经反应7月份即将要展开的 所谓的一个生技来在今天已经开始慢慢的 这个所谓软身了 为什么说很重要 我们就以去年来看 整体的Q3大盘是跌的 OTC跌更多 但是你知道吗 整体的OTC生技族群 在去年的第三季是大涨了多少 大涨的将近有8%左右 如果说导播可以看一下 我们拉一下大概2015年 你看看这波的行情里面 大概就是所谓那时候涨的 所以这样的一个展览 势必会带来后续的这些个股 那当然我想几个族群要特别留意 第一个当然就是新料族群 就以台威提为代表 G亚这些为代表之外 第二个你就要特别去留意到所谓长照 新政府上来之后 包括像邦特这些太医 这些都是有机会的 属于长照相关概念股 第三个你就是要注意 特别跟所谓苹果相关的 比如说像泰博 这样子的有业绩 有能力的 而且真实做获利的 我想这些应该都是 未来的一个焦点 也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好 非常谢谢陈奥哥 当然也非常谢谢我们谢总 在这几个关键性的议题里头的话 特别看到 尤其像在面板族群里头 这些各种的表现真的太犀利了 明天在早上高点盘 继续要锁定我们陈奥哥的部分的话 这个连线里头的话 到底选股题材 包含刚刚提到说金融类股是不是有机会 深族群也是关键 面板族群会不会继续飙高 这些都是重头戏 感谢收看 我们明天再会了 谢谢 今年暑假最下下降的水乐园 150米 一路狂飙到底 急速快感 疯狂刺激 九族冲锋水乐园下下降 台北休闲乐活用平展 露营 登山装备 我看你